- 你要喝什麼啊? - 你要喝什麼啊? - 我要全時尚,喝雞尾威士忌,比特斯少一點 - 我跟他一樣喝 - 哈囉大家好,我是Erika! - 哈囉大家好,我是阿兒! - 你剛剛是什麼...什麼比特斯? - 比特斯是什麼東西? - 比特斯是苦精 - 它是一個有我們家的藥草跟烈酒的農作業 - 你要試試看嗎? - 我不喜歡它,這是什麼? - 像那個白雪公主壞婆婆給你的毒藥耶 - 我要舔是嗎? - 很苦耶! - 加到雞尾酒裡做一個層次的變化 - 它是有一點香味 - 但是我個人就是不喜歡喝這些東西 - 我就是小孩 - 我相信大家很多人都是這樣 - 就是可能我們第一次接觸酒吧 - 上了大學之後學長姐會約同學會約去酒吧對不對 - 然後我們看到酒單之後就開始一點茫然 - 哇塞,這是什麼鬼東西? - 這個時候呢,你就會開始聽你旁邊的人講說 - 欸,不愛死我啊,一杯Mojito - Mojito在腦子裡面 - 從此以後永遠都是Mojito - 只要去酒吧 - 我要Mojito,我要Mojito,我要Mojito - 然後下一個人說我要Long Island - 喔!有Long Island - 我要Long Island - 我要Long Island,我要Long Island - 這兩個真的很長時間 - 所以你永遠都不知道你自己想喝什麼 - 因為我個人就是這樣 - 我喝了一年的Mojito - 滿清爽的啦 - 褐河味道 - 個人明明就不喜歡薄荷 - 啊?真的假的 - 我明明不喜歡薄荷 - 但我喝了一年的薄荷的酒 - 為什麼?怎麼有辦法 - 因為我不知道其他的酒怎麼講 - 搜尋一下 - 就很尷尬 - 因為那些Bartender酒單拿來之後嘛對不對 - 然後你可能沒過多久 - 可能一分鐘兩分鐘 - 不好意思請問你們要喝點什麼 - 或是有的時候它是同時的喔 - 就是到你手上之後 - 就是在旁邊這樣 - 喔真的壓力很大欸 - 呃... - 呃... - 今天呢我們有調酒師大人 - 他可以來教教大家 - 不要永遠都喝一樣的東西喔 - 我們只要記所愛 - 也不是說就是鼓勵大家多喝酒啦 - 你只要18歲中才能喝酒喔 - 然後喝酒不開車開車不喝酒 - 調酒其實是一個還蠻好喝的東西 - 其實現在全球的調酒文化 - 大家越來越在嘗試各種的材料 - 所以你們應該要去多嘗試一些不同的雞尾酒 - 所以你們才會就是知道 - 現在就是發展出有什麼很多的材料 - 新的東西出來 - 那我們還是先介紹大家幾個基本的 - 大家平常應該都會去點一些酸酸甜甜 - 喝起來輕鬆類型的 - 剛剛講的Mojito嘛 - 嗯哼 - 哈囉,Sexy on the beach - 哎呀,Sexy on the beach - 我以前小時候也會點這個 - 我以前小時候也會點這個 - Apple Martini也算是一種 - 我不會點Apple Martini - CP值不高 - 小杯 - 小杯 - 沒有冰塊感覺就很小 - 對 - 你知道我們之前有客人就說 - 唉為什麼 - 別人都會比我們大肥啊 - 那我們那麼小 - 那短影好嗎 - 對,我就覺得要告訴他們正確的 - 你好,這個你點的是短影 - 那其實它跟長蠅油冰塊那個液體容量是一樣的 - 但是我還是個人會點長蠅 - 因為好像喝的比較多一樣 - 好像比較爽 - 對,我就是大神 - 那再來我們進階一點好了 - 好的 - 別說一些酸酸甜甜的 - 像是剛剛講的All fashion - 它是有苦精、烈酒跟糖 - 多餐的一個 - 啊,我喜歡苦精 - 威士忌的東西 - 我喜歡威士忌 - 通常會點All fashion是多難的 - 是 - 那你知道Martini嗎 - 我知道Martini啊 - 好少喔 - 它就是這樣子小小一杯 - 然後我就看到想說 - 噢,我的錢 - 你知道Martini又被稱為三口酒 - 它會附三顆感染 - 就是希望你一口一顆 - 喝三口就要把它喝完 - 我要講知識了 - 然後再來剛剛還有講到Rone Island - Rone Island - 是個很容易喝醉的酒 - 那為什麼很容易喝醉 - 因為它酒種多對不對 - 它不是酒多 - 它是酒種多 - 大家只要混酒會醉 - 剛滿18歲的弟弟妹妹們小心喔 - 喝同一種就好了 - 還有Around the World - Around the World - 為什麼會叫Around the World - 因為你喝完會Around the World - 因為你喝完會Around the World - 它跟Rone Island的差別是 - 它比較帶多一點水果味 - 所以就比較不會這麼硬 - 比較配合下去 - 但是它其實一樣是酒種多的酒 - 其實現在有很多調酒啊 - 它的底很多是Rone或者是Jing - 到現在我活了這麼一大把年紀 - 還是不知道Rone跟Jing - 到底它本人的味道是什麼 - 那我做了一個最簡單的好不好 - 就加酸甜而已 - 那其實你知道調酒的酸甜嗎 - 甜就是糖水嘛 - 1比1的砂糖跟水 - 其實酸就是檸檬 - 我要酸酸甜甜 - 但是我不要糖跟檸檬 - 可能它希望是你用水果去做吧 - 調酒會講它的酒體 - 有時候酒體是靠那個糖去支撐的 - 我們如果沒有下糖 - 你就會覺得怎麼喝起來水水稀稀的 - 順口的感覺 - 對 - 所以調酒熱量很高 - 是啊 - 那我們就來試試看 - 講完就不喝了 - 剛剛有講的晴酒加酸甜而已 - 是不是 - 這個就是比較難懂的東西 - 因為你比較少喝到晴酒 - 對 我會點 - 好 OK 那我就來囉 - 等一下GIGER在哪 - GIGER在哪 - 上面有那個喝度 - 告訴你我倒了多少量 - 我可以直接用沙杯擠筆擠這樣 - 是可以啊 - 但就是沒有很清楚 - 大家如果要喝好喝的還是來找大人 - 那首先我要先加入晴酒 - 那我現在用了晴酒這一個牌子 - 其實很多大賣場都買得到 - 領好啊 大論發啊 宣戀 - 幾乎都用 - 那還可以嗎 - 我可以聞嗎 - 可以啊 - 聞不到什麼鬼東西 - 現在加了糖水就是剛剛說的 - 幾比一的砂糖跟水 - 那你剛剛是幾比幾啊 - 剛剛進2比1 - 2比1的晴酒跟糖水 - 可以因個人的喜好做微調 - 就像我是前人就是糖多一點 - 那我現在加入的是檸檬汁 - 那檸檬汁是什麼 - 就是用新鮮奶檸檬汁 - 擠出來而已 - 加了多少 - 2比1比就差不多50 - 2525 - 我們試試看味道 - 這樣就可以試了 - 這樣可以啊 - 它其實是一個經典的淘酒 - 叫Gimlet - Gimlet - 我要加冰塊囉 - 這樣材料很簡單嘛 - 等一下你就只有 - 進糖水檸檬汁 - 這麼單純 - 對很單純嘛 - 所以在加就可以自己做 - 欸超簡的耶 - 單 - 超簡單 - 對不起我不能再隨便再簡稱對不對 - 我會被罵 - 國文老師怎麼樣怎麼樣的 - 為什麼我就不講簡單的好了 - 我就累 - 其實要 - 比較會這樣子 - 其實這種東西大創買得到 - 對 - 有沒有搖有差 - 威士忌放蜂蜜加冰塊搖一搖 - 就會變調酒 - 很神奇你知道嗎 - 因為你shake可能會打氣進去 - 對它就會好像變得很高級 - 我可以try了嗎 - 金木雷克 - 欸你有冰杯耶 - 你怎麼那麼細心 - 討厭 - 這是要冰杯啊 - 它有個藥槽味對不對 - 對啊 - 這就是琴酒的特色 - 其實很多人會不喜歡這個香料香醋的風味 - 對 - 但你其實買不要太不好的 - 其實它琴酒是非常好喝的一點點 - 它大概價位要買多少才不會是爛的 - 我覺得五六百是基本基本基本 - 但我覺得它偏酸 - 因為我的比例是 - 因為我覺得 - 反正我喜歡它很清爽的一個酒 - 這樣比較清爽 - 如果是喜歡清爽口感的女生朋友 - 是可以點這種酒 - 希望我們看完這支影片的話 - 你們以後去酒吧的時候 - 就知道你們喜歡喝什麼酒 - 不要永遠都點一樣的酒囉 - 我們就可以試試看不一樣 - 如果喜歡我們的影片的話 - 要記得幫我們按讚分享 - 在下面留言的話 - 我們都會回覆的唷 - 記得按訂閱開鈴鐺 - 謝謝 - 掰掰